徐怀玉最近参加乘风破浪2023 原本是大家都好期待的节节之一 没想到却在节目开播前被网友爆出 因为省眼接太多没时间练习 导致他在一公舞台不止动作跟不上 就连组名也都记不住 韩斯惹怒童组总是练到半夜的甲敬文 两人之后的发文也疑似杠上 徐怀玉还说自己问心无愧 到底是不是节目剧本大家都在等着看播出 结果13日一公舞台一公布 徐怀玉滑水的词条就登上热搜 他和甲敬文陈奕涵等人同座 一起唱跳路灯下的小姑娘 画面中可以看到开场赞C位的他表情明显僵硬 后来左卫换到最边边时动作更明显慢半拍 而且还不时转头看旁边的队友 一边看他们跳一边才比出动作 让网友看了都超级傻眼 只说怎么有人在舞台上献学的啊 徐怀玉20年还不如甲敬文20天 难怪甲敬文要跟他吵 要是我我得怼死他了 希望之后他能好好对待这个舞台啊